呃好一夜 一夜就王子 哦 因为一夜而已啊 这什么感觉 他们忍过去 你的口吻 你怎么感觉 我好奇在邱声音转发 这个的时候会写什么 嗨 欢迎收听娱乐扭蛋机 我是林芸汐 我是小姨 我是健堂 欢迎希希到来 嗨 谢谢你们 今天我相信我们 我们大家都非常期待 然后唐也非常的期待 唐要不要先讲一下 你今天迎接这几个心情 就很轻松啊 我最喜欢好朋友 一起来聊天了 其实那我也很开心啊 可是我现在怎么有点紧张 为什么要紧张 因为经纪人不在 可是有点害怕 因为经纪人一传讯息说 明天希希会自己过去的时候 我想说 Yes 太好了 可以大聊特聊 没有 因为毕竟都是熟识的朋友 所以想说聊起来 应该是可以格外的放松 好啦 先讲一下 陆全明星的时候 心里面有没有骂过脏话骂几次 很多次吧 连有时候受伤弄到都 对 好啦 那你录完的当下 你心中浮现的 第一句话是 讲些什么 天啊 我明天可以睡到饱了 还有 天啊 我终于可以开盒了 因为四个月 我真的完全不敢碰酒 我这四个月只喝过一杯啤酒 就是有点像是帮人家庆祝 这也太压抑了吧 因为隔天很早 然后你又怕水肿 然后又怕身体状况很累 所以我完全不敢喝酒 我觉得有朋友当中的 嘴巴讲出来会最准 就是那你看他比赛过当中 你觉得他最脆弱的那一面是什么时候 最脆弱的时候 对啊 你觉得你看到的时候 应该就是跟林思雨的那个部分 两个人之间的比较紧绷的时期 对 因为其实那个紧绷 大家都知道 西跟思雨是很好的朋友 所以知道他们要一起去参加比赛的时候 其实内心很开心 就觉得太好了 然后又知道两个人都在Red Fire 红队的时候 又觉得可以一起 很棒很棒 就是比赛的过程 可以一起扶持的感觉 但后来看节目的时候就发现 怎么好像有一点点 就是感觉又出了什么问题 但是因为他们两个都同时在比赛 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真的好朋友 不会想要去关心说怎么了 因为我觉得那个对他们来说 其实关心也是一种压力 对啊 是 对 所以我就选择了 没关系先不要多问 我们等比赛都完了 或者是看节目怎样再来Update 对 因为你事后有讲说 其实你打开门看到你们同一队的时候 你不知道你该哭还是该笑 看到我们在同一队的时候 你知道我当下讲出那个 我说太好了 我终于不会被骂了 我其实要讲的是完蛋了 我会被骂 但是我已经讲就是语无伦似了 因为我当下觉得完蛋了 我们怎么会在同一队 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个 其实分开会比较好 这个是不是有来自于 过去的什么恐惧啊 不是因为我们跟林思雨 当朋友这么熟 就知道他其实是一个 本来就对身边的朋友 会蛮严格的人 后来开始看那个节目之后 就是节目一集一集这样播 然后就发现林思雨的那个胜负欲被 就是被烧出来了 我就想说完蛋了 就是对 因为林思雨他在胜负欲跟 就是那个被挑起来的时候 他是会真的拼尽全力去冲的 对那加上他又对身边的朋友 比较严格的时候 就是那个压力就会开始出现 他会希望身边的人跟他一起好 然后尤其是你跟他越 close的人 他会希望你更好 就是他会希望更鞭策你 因为他把你当成自己人 所以他才会这样子对你 对那也因为是自己人的时候 那个说的话跟鞭策的方式 就会比较直接 对啊 对 我觉得我的恐惧还有来自一个 因为我知道他玩游戏的胜负欲就很强 所以我知道他的这个样子的时候 所以我就会直接把他放在全明星运动会 我就想说完蛋了 就会是这个样子 对 所以我才会一开始一直到我们两个在同一队 然后跟我们一起进这里的时候 就进全明星的时候 我会这么紧张 那现在真的还好吗 现在真的还好吧 没有啦 我们现在真的还好 因为我们后来就有把他讲开了 然后他也会一直说 你都不敢靠近我 我说我是不想靠近你 因为我觉得这个很微妙 因为好像友情在不同的 不同的情况 不同的阶段 会考验出这个友情 他到底会变成什么样的变化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过程 所以我也是想说 没想到 没想到这个东西对你 就是对你来讲 其实是蛮大的 有一个蛮大的心理压力战 那你那时候把那个篮球的那个机会 让给银思雨的时候 你心里面是有经过哪些的那个吗 你那时候后来下定决心 或者是你心里面有想过其实什么吗 其实当下 因为我是一个很怕 就是 决定事情的人 尤其就是其实 要我们两个决定 那你又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当下这个脑袋里面跑出很多说 赶快讲 赶快讲 现在是我们自己决定吗 什么的 那既然当下一片空白 然后也是说 那 芸汐跟宇宙 你们觉得你们谁可以的时候 我们两个就安静嘛 那我看着他 我知道他很想要 可是其实我也很想要上场 但 我自己的个性 我就很容易退 我就说好 那就是 我觉得宇宙可以给他上 对啊 就是 我还是一定会有一些挣扎 因为你说 你都来到这节目了 想不想被看见 一定都想被看见 可是 我知道他其实也很棒 宇宙很棒 所以不管是谁上场 他上场 我也会替他很开心 我觉得我最大的 我最想要 得到的 其实是 我在这个团体里面 其实你们看见我的 我进步幅度有多大 然后 我的能力在哪里 我觉得是比 其他的更重要 就是队友 对我的肯定 是比其他的 可能奖项 或是我有没有上场 还要更重要 这如果是你会不会也很挣扎 我说唐 我不会耶 我会退 对 因为你个性也是 对啊 我们真的都很像 对 隔空几掌 就是会想说 那你来 就是你比较 你可能想 然后你也比较强项的话 那可能就给你 对 来发挥这样子 可是这样个性的人 在演艺工作做会不会比较吃亏 其实是啊 而且我因为这个节目 我更认识自己 我更发现 原来我很不适合 就是这么竞争 我很讨厌竞争 跟 好像实境秀这个 就是我 我好像很不适合 所以那时候我就一直觉得 我更认识自己了 原来 我没有那么喜欢这种感觉 我可能比较喜欢的就是 每个人都各司其职难 就是 你有你的好 我也有我的好 可是 不管 就是反正就是会有人告诉我们说 小艺 那这个项目就交给你决定 或是这个就给你处理 就是我可能喜欢这种 而是我很怕那种我要竞争 就是这个我要抢出头 或者是我就很怕这种感觉 对啊 那怎么办 接下来演艺工作 如果这样子个性的话 会不会比较那个容易受伤 或者那个 不会 我相信 越来越好 还是会找到自己的位置 对 其实我也觉得 好像反而在工作上 我自己会觉得说 可能我现在年纪也慢慢大了 我会觉得 我的能力在这边 只要被看得见 就是我怎样躲都躲不掉 所以只要你 就是你想要我 我还是会出来 我愿意站出来 我刚刚的那个关心是 担心你被欺负啦 就是说如果说 你很强把东西 就是这样子的话 那我是担心你会被 遇到就是心态 因为我觉得如果是心态好 那就是一个良性竞争 然后大家觉得谁好 那就谁去 可是那如果遇到心态不好 或者是比较骗的人 那有可能就会 你就会变成被欺负的那个人 那还好 我觉得自己还算幸运 就是到目前为止 在工作上 没有遇到这样的人 毕业以前才刚热腾腾的 结束嘛 你们这次去 有没有什么让你印象 比较深刻的事情 我们太嗨 嗨到接到电话的时候 说太吵 不好意思可以安静吗 好温柔的 而且用很温柔的声音 他说不好意思 因为那时候真的很晚 可是我们大家是真的笑 笑到停不下来 就是我们 其实我们玩的游戏很无聊 可能就是抽扑克牌 然后玩可能就是接龙或什么的 可是就是很可爱 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大家就是停不下来 柜台 柜台打算给你们说 心里面应该很正常 完蛋我要打去一堆 有一堆明星的那个房间 我还要叫他们小声点 我压力很大 他们会不会客诉我们 而且 因为男生他们自己先去泡 就是泡汤嘛 对 然后我们女生自己在房间泡啊 那你知道王子就很喜欢大家一起 他就要说 赶快大家那个泡汤完结束 我们几点在哪里集合 然后他们说 我们女生还在泡 王子会不会就是搭集合的时候 还说好我们现在对表 要对时间 那他们有一群他们拍 那你我们有拍照片吗 女生吗 女生不能啊 我们是裸汤耶 可以拍一个 我们忘记拍 因为你知道我们也是聊天聊到 就是忘了要理男生 我们就手机都放外面嘛 然后男生就一直敲门按门铃 我们都没听到 然后一简讯什么的 一堆 对一堆 然后后来才发现他说 那个好不然改十一点集合 没有人家理你 没有理你 因为有看到他们 那群男生泡在一起的时候 那其实那屎蛮自己的 对啊 他们已经基本上是背跌背 在那边这样拍 可能会碰触到背水这样 什么意思 好像还蛮亲密的 其实除了我们 那时候在游泳比赛的时候 他们有拖 他们平常都包超紧的 然后我其实有点意外 他们愿意把一起泡汤的照片 传传上去 出来 对啊 那你这次去毕业军 你有什么感想吗 就参加完之后 你有什么感想吗 其实那 我会让我觉得很像回到 就是学生时期 因为很青春 因为 而且大家是真的放松 因为你看我们大家 在吃垃圾食物 然后吃零食 或者是 就是大家不会有那个紧绷 说明天还要训练 就是你会看到大家 真的很松 然后 很可爱的那一面 对 就是平常 比如说亭云平常都不太讲话 可是她话突然也会变很多 然后新阳也是 平常就是都不太讲话 可是 她那天不知道为什么就很活泼 丸于访问到那个品浩的时候 他们就有问到一题 就问到一题说 全明星的这个 所有的女生里面 谁你可以 你知道品浩选谁吗 她说我啊 对啊 但是她说一开始还好 对 有没有看到 网友有结录下来 她说其实一开始觉得还好 你怎么样 你这个对于这个乱伦 对于这个乱伦 因为我知道她好像 蛮喜欢姐姐型的 对 那我可能是大姐姐型的 那你开始听她那样讲 你没有害羞吗 我是蛮开心 我那时候一直心想说 你是不是做面子给我啊 可是她每次都一直叫我女神 然后就更让我觉得 好 我一定是你的理想型 她感觉有点认真耶 对啊 还是因为她真的跟我比较 比较 没有 我觉得她在讲的时候 她感觉讲的时候 好像有点带着真心在讲 那因为既然讲到这理想型 我们今天也来问希希 那平浩都说我了 我不想她是不是有一点 没关系 我觉得你要先抛开 你要听你自己心 你要听你自己的声音 对 然后假设你们大家都单身 好 第一组的选择是 吴飞跟宗华 吴飞 好 为什么是吴飞 因为她鼻子很大吗 这也是一个啦 没有啦 她身材很好欸 她身材是真的很好 所以身材是你考量的范围吗 不是是她整体 就是 麻雀 麻雀虽小 不是吧 是这样说吗 因为她个子比较小一点点 对她个子小 可是其实 她整个人的身材比例什么 我觉得是超可以的 应该是用短小金干来形容吧 好也可以 谢谢你帮我这样说 对短小金干 因为我们在练那个 没有我在形容一个成语 我在形容一个成语 好 我们在练 橄榄球的时候 她有脱上衣练 然后我因为我们红蓝都在同一个场 你知道我真的眼睛 我说天啊身材也太好了 所以我喜欢那种野性的样子 她就是很符合这种野性 你们女生会不会看男生鼻子吗 不会 其实我是因为 对 我玩鱼我才想 对 我才说 怎么可能你以前不知道 我以前知道 可是这个东西不会被放在我的 你不会特别去注意 我不会特别 对 好那我们继续往下 好那既然是吴飞的话 那就吴飞跟徐欣扬 你是不是没有要有鱼 你现在是在演对不对 没有我跟你说 因为欣扬在我们红队里面 我是排她是可以结婚的对象 真的假的 对 然后 你现在有想过这件事情 不是是因为他们会玩一个游戏 就是什么一夜情对象 或是那个 男朋友跟老公 好像大家都很爱玩这种游戏 那时候我被问的时候我就说 我觉得安安跟欣扬是可以 是结婚的 那你现在这样 那我要以什么标准来 就是先交往的话 对 就是交往啦 先讲交往好了 吴飞 吴飞是不是 吴飞 你刚刚欣扎的点是什么 因为其实欣扬给人一种非常安定的感觉 然后你会觉得跟他一起 你不用太担心很多事情 然后他真的就是一个很稳定的人 这题我有问过林思雨 但我一样问你 因为欣扬的爸爸是乃哥 那如果你真的跟他结婚的话 乃哥不会给你很大的压力吗 不会啊 不会 那我都蛮 可以就是 就是handle好长辈的 长辈蛮爱我的 好那吴飞现在就暂时胜利 吴飞跟 这个也是两个字的 吴飞跟无尊 哈哈哈哈哈哈 珍珍对不起 哈哈哈哈 吴飞 吴飞 好啦吴尊有他的幽默啦 等一下 好啦是交往吗 就是理想心啊 交往 我们就以交往为一 天啊这好难选喔 可以两个都要吗 因为无尊很 他很温暖 跟幽默 对他很幽默 这个是女生很需要的 又温暖又幽默 因为如果以长期交往来讲的话 无尊这种对不对 他其实是一个蛮值得考虑的对象 因为他会一直动你 嗯 开心 开心 还是他其实如果追到了就是 就摆态了 对 可是他其实是一下超不好笑的 哈哈哈哈哈哈 超不爱讲话 正常说到 哈哈哈哈 超不爱讲话这样子 那下一个咯 吴飞跟 陈士安 吴飞啊 吴飞吗 吴飞啊 那为什么陈士安不行 因为你比较像比较野的 对 就是如果以皮肤 肤色来说 你比较像那种运动性 粗犷性的 然后阳光晒太阳那种 不行啊 我们吴飞放第一个 我们会不会一路到 全部都是他啊 没关系 后面应该会有人设 但是我有点意外 就是 好 没关系 那因为陈森比较偏 就是比较白净感的 对对对对 虽然他有肌肉 可是比起来你喜欢比较野的 对 好 那假设 吴飞跟林思雨 哈哈哈哈 这还需要选吗 假设 你林思雨你不行吗 不行啊 不能哦 他 他不行 不行 应该是说 如果我跟他交往 我会很不安心耶 为什么 他男女通失耶 是耶 对啊 而且他控制运应该蛮强的 对啊 不行 他应该控制运蛮强的 而且他会鞭策你哦 对他会一直鞭策你 对 你不准鞭策我 哈哈哈哈 那下一个咯 下一个这个对象 我觉得好像有点难选了 吴飞跟王婷芸 哇 真的蛮难选耶 亭云 亭云 亭云胜出了 因为亭云是摆在我男朋友的那个选项 哦 对 哦 为什么 为什么他会摆在你男朋友的选项当中 因为他就是很像漫画里走出来那种 就是帅帅然后酷酷 话很少 可是有时候真的蛮好笑的 嗯 他有点像花泽类的感觉 对 然后我们大家也会叫他流传风 哦 亭云跟安安 不是安 安安 安安 哇 好 为什么是安安 因为安安 最近在我们对女生的票选 跟就是好感度或是什么一切都超胜出 嗯 因为他是一个也是很 很温暖的男生 然后他真的很可爱 不知道为什么看到他 你就会想要秀秀他 哦 为什么看到他想要瓜哥 哈哈哈哈 不是 而且他因为我觉得全明星 嗯 让他整个人瘦下来 他整个人的心就被勾勒出来 嗯 嗯 就是他整个人就跳出来 然后他又可爱 然后个性又好 他的 他的个性的 呃 我觉得那种像积极度 或者是 比如说他一些领导力是在场上 嗯 可是他在场上就觉得 天啊 好可爱哦 嗯 就是这个男生好可爱 你就是会好想要 嗯 照顾他 保护他 安安跟品浩 哦 因为刚刚品浩有选你吗 哎 这个很难选耶 对 品浩 品浩现在 我真的 全明星一播出之后 身边有一大票的人 对 品浩都充满着性幻想 我身边朋友也是 也是 我刚才讲说 哦 你也是 哈哈哈哈 你 你也 我也是 想超多次的 哈哈哈哈 身边一堆 我身边一堆 而且真的是 就是我只要po有关跟品浩的限动 或者是文章什么的 OK 没有人在关心我 哈哈 全部都是给我爱情 都是品浩 品浩 对 所以你是选 你是选 好难选哦 不行啊 人生就只能这样子 对啊 品浩跟安安 安安 哈哈哈哈哈哈 好 你听得不及 好 你后来挣扎点 你舍弃掉品浩的原因是为什么 他年纪真的过小啦 嗯 就是他才22啦 嗯 哦 因为你刚刚有定出一个标准说 小不能小于26 26这样子 嗯 好 下一个咯 这个好 某骏 安安跟某骏 安安 哈哈哈哈 选超快 选超快 哎 你们要选耶 哈哈哈哈 因为某骏是我 呃 因为我们私下 他都叫我妹妹 我叫他哥哥 他有时候你真的会想捏他 捏死他 因为呃 我觉得他的个性就是 很很适合当一个好玩伴 嗯 就是一起 可能出出出去玩啊 或是一起呃 做一些事情 可是如果你说他把他当成对象 你真的会 气死 气死 因为他真的很常说一些 会气死你的话 哈哈哈哈 但他就只是开玩笑 但你就会觉得 好生气哦 他是属于那种 对越熟的人 越讲话越那个 贱还是他对任何人都这样 他对任何人都 都是吗 对 但是如果真的很不熟 他也不 不敢啦 就是一旦 他觉得你是可以 可以的人 对 哇塞 没来客气 无极限 那你有被 你有被他惹毛过吗 有啊 嗯 是怎么样的情况之下 我想一下 是认真的惹毛吗 哦没有啊 还好 他不太会 可是 就是会觉得说 应该是说我们总冠军赛那天 嗯 已经很晚了 我们大家都吃 吃完那个杀青酒 回到家 已经将近三点了 他老兄 打了一通电话给我 嗯 然后跟我聊了半个小时 没有什么重点 他只是 他其实只是要跟我说 就是我觉得 他 他是在鼓励我跟 他给我很多肯定啦 可是你知道 我已经很想睡觉 所以我这次快气得要死 我说 好 你知道现在几点吗 他说没有 我就想跟你聊个天啊 想跟你说你真的很棒 我说好 谢谢 他是有点微醺是不是 没有啦 没有没有没有 安安跟杨琪玉 小玉哥耶 哦 因为他就是 呃 身材也很好 然后 年纪也是我喜欢的 嗯 对 然后他也是一个很稳重的人 好 那接下来 因为讲到年纪 这个人好像年纪也还可以 杨琪玉跟 江红姐 小玉哥 哦 为什么 因为小玉哥他还是 你就是觉得他比较 比较野性 嗯 然后 你的关键是野性 野性 对 我的关键是野性 他的样子 或者是他的 某些个性 要野性 诶 我发现好像真的女生 比较多的女生都喜欢 比较 刚烈 粗犷 比较野的那个 因为我大部分听到 她好像都是年纪比较小的女生 才会比较喜欢那种 比如说白白金金的 小奶狗 小奶狗的路线这样子 可是我好像从以前 我就喜欢比较野性的人 所以你的现在的另一半 很不错啊 他是哪一种 也是 也还蛮 你干嘛摸脖子 等一下这个是可以聊的是不是 他可以讲啊 可以讲啊 可以讲啊 还蛮野的 你跟我们想形容他的外型 应该是哪一种 胡子 有胡渣吗 他应该不是全内的嘛 他不是 最近有一点胡渣啦 就是他可渣可叛 那你喜欢他有胡渣 我都蛮喜欢的 他怎样我都蛮喜欢的 就是说你不要抹我啦 很舒服 因为有胡渣然后蛮帅气的 这个你也很难选哦 因为他也很野 杨祺玉跟何君强 你怎么人家还没有 他跟你同时讲 因为我跟你说 最红蓝两队最野的 最有男人味 最稳重 最一切条件都很蛮 就是小美哥 而且我觉得他的声音很迷人 对 演员的声音 就是他很低沉的那个 这个他的声音 有没有勾起你那个喜欢啦 勾起你的喜欢 有没有让你觉得 这个更加分这样子 会 声音会 最后一个咯 因为这个你可能要好好的胜选 因为他为你们真的付出非常非常非常的多 而且他很follow每一个访问 他都会叮 他会叮 对 他会是整个团团里面的核心 装的核心 就是小美跟那个秋盛宜 二则一 二则一理想性 好啦就是 小美哥 刚刚我们有聊到说 会选那种什么男友老公跟一夜情的对象 如果是以说最后选出的前三名 杨琪玉贺君祥跟秋盛宜的话 你会怎么摆这三个人的位置 好一夜 一夜就王子 因为一夜而已啊 这什么感觉 他们忍过去 你的口吻 你怎么感觉 你怎么感觉 我好期待秋盛宜展发这个的时候 会写什么 哈哈哈哈 不是 因为就一夜而已啊 那什么忍过去 然后就忍过一个晚上就好 不是因为我说了 他如果当我男友我就会觉得 不行你太漂亮了 那你当我老公也一样啊 就是你会有个跟着压力这样子 对啊 因为他真的太完美了 我真的找不出他丑照 如果老公的话 我会选小美哥 哦 男友就是小玉哥 好那两个的差别是在哪里 可能小美哥 就是 很像是我一个好爸爸 跟好老公的一个形象 就是可能话不用太多 可是他就是会为这个家付出 然后去做 然后一个很守信的人 对 很负责任的人 应该很多女生也这样想吧 对 那小美跟你的男朋友 有类似的地方吗 都很高 都蛮高的 那外形咧 那不然唐讲你觉得他跟小美相似 没有相似 可是他们外形不相似 对不相似 他的外 他就是很干净利落的人啊 对啊 就短头发 他其实算阳光运动型 可是又没有那么粗犷的感觉 对 你们文字要多久了 这可以讲吗 可以啊 快一年啦 已经要一年了啦 比我想象中的短耶 因为原本以为你们 因为他之前花了蛮多时间在找到对的人 对对对 不管是从工作上认识你 然后或者是以朋友的方式跟你相处 那我们都会觉得说 其实我们都感觉出来你是一个很棒的女孩 谢谢 对 然后所以我们也是希望你可以 不管在工作上也好 或者在感情上 对 也很好 没错 好啦 好贵命你有没有什么话要跟西讲的 不管看他这样子走过了 就是这些工作上啊 你刚才我们从以前的工作 然后你刚才有私交 然后全明星 到现在他开花 就是在恋情上开花这样子 对西哦 其实就是真的很替他开心 那我觉得越认识西西是就是 真的是一个很温暖的女孩子 就是因为 其实有时候我可能也会 在生活上会有比较不开心的时候 那 其实我们都没有多说什么 但是西西有时候 传来一个讯息的关心 一个问候 其实都 我觉得那个都是朋友之间 很大的安慰跟力量 对啊 就是 我觉得他是我的太阳啦 哇塞 很温暖 他也就是他很顶级称赞 对啊 他说你是他的太阳 哇塞 对啊 很棒很棒 今天还是再次很开心你来 真的 对而且我觉得 很开心 对就是你知道就是好好的聊 而且今天聊的东西就是 哎前面聊了跟全民心有关东西 然后后面又聊了一些那个 那个新幻相片 哈哈哈哈 然后最后面又回到你自己比较内心的 就是deep的一面这样子 我觉得很棒 对 很喜欢这一集这样子 对啊 那希希西接下来有什么新的规划吗 就是呃 现在的话 因为我真的很久没有好好放假 从之前拍戏 也是都拍昂档戏嘛 然后又进全民心 几乎是没有时间旅游 或者是放假放松 所以现在就是呃 之后月底会先去潜水 嗯 然后再去爬山 就是还是回归我原本最喜欢的生活 嗯 然后再来就是已经有呃 今天有人在谈一些后续的工作了 那我也很期待 就是接下来的角色这样子 好 我们期待接下来你更多的精彩的作品 谢谢希希 谢谢 谢谢 下下拜拜 拜拜